今天我们将一同欣赏第23届阿含铜山杯中日围棋冠军对抗赛的赛事转播 今天的解说嘉宾是著名国手王磊老师 王老师好 贾老师好 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和大家一起欣赏这盘中日阿含铜山杯的冠军对抗赛 今年也恰逢中日邦交50周年 正常化50周年 那么咱们这个阿含铜山杯冠军对抗赛也是纪念活动之一 也给这次比赛添加了一些不一样的意义 是的 在昨天的比赛中 李清城九段是战胜了谢尔豪九段 拿到了我们中国的冠军 那今天他将在线上迎来日本的冠军平田之野 那我们也随着镜头一色 然后也看到了李清城九段是做好了准备 那他今天的对手平田之野可能起我们不是那么熟悉 是的 这个平田之野可以称得上是一名中间棋手吧 刚刚在日本的阿含铜山比赛里面 赢了景山玉泰获得了他人生的首冠 对 然后在半决赛当中也战胜了伊力辽九段 可能对于其友来说 伊力辽的名字 景山玉泰的名字更熟悉一些 所以通过他这次出色的发挥呢也让我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位中间棋手 嗯 我们看看他今天的表现是不是能够一如既往的出色 好 那这个比赛呢是在线上进行的 然后经过拆先的话是平田之野的黑棋 啊 黑棋 对 行为 然后白棋 行为 行为 然后行为 这个如果看看昨天的转播节目 其我们观众们可能会发现啊 这个布局和昨天是一模一样啊 是等于是呃李星成的招式 对 结果这平田之野自己学来了 嗯 他可能觉得李星成的招式是不是不错 对 以笔之道还之笔其身 不过这个变化呢对于李星成来讲肯定也比较熟悉 既然他敢于在比赛中去运用 那常见的变化相当于也是了如指掌 啊 是的 李星成的选择是 点三三 对 昨天下号选择的是挂 对 今天 我们知道他这个外号叫做快刀 也可以叫小李菜刀 算了 还是小李飞刀吧 飞刀更好听一点啊 呃就是指的下棋特别快啊 啊 在咱们围棋界呢 无人出其右啊 啊 他要是说下棋第二块呢 没人敢成第一啊 是的 呃 记得这个平田之野呢 其实和李星成下过一盘 对 在六年前 哎 那盘棋呢 平田之野获胜了 哎 一比零领先 但是他能出乎其我们的预料 对 但是他的用时上呢 是大败啊 因为他对他造成了很深的印象 是的 平田之野在美方两个小时的比赛 他已经进入独秒了 结果呢 李进城 你猜他还有多长时间 剩多少 还有一小时四十分钟 哎呦 真多 但是你说说他下的快 也不一定全是好的嘛 对 结果最后棋输了 那下的快也没什么用啊 嗯 过了六年呢 李进城应该也成熟不少了 我们来再继续看今天的比赛 对 那根据我们说一下 因为这个中日对抗赛呢 采用的规则跟昨天略有不同 昨天我们国内的比赛呢 是美方十次三十秒独秒 保留一分钟 但今天的用时呢 是美方一小时的基本用时 然后如果都用完以后 是三十秒的独秒 这也是彰显出这个冠军对抗赛的规格 因为快骑呢 某些程度上双方的失入会多一些 局面的这个起伏也会大一些 美方多了一个小时呢 那也有利于这个双方的骑手 能发挥的更好 嗯 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李进城 用时怎么样 还是一如既往的快吗 基本上如果他用时落后于对手 那他的形式估计是不妙的 就是多年来我的观察 嗯 那我们看到现在黑旗选择的是飞 然后 是非常朴实的 对 如果拖可能会导向很复杂的变化 对 所以李进城开局还是比较稳妥的 嗯 搬完之后 黑旗选择的拆边 这个拆边是往这拆 对 偏了一路 偏了一路 这一带呢 应该都差不太多 嗯 大家可以跟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对 另外 简老师你发现没有啊 如果说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 昨天就是咱们俩在讲起 对 今天怎么又来了 是不是穿越了 嗯 其实呢 这个不是说咱们央视啊 找不着人也请不到好的讲解老师 而是因为现在这个因为众手周知的原因吧 想能进来很困难啊 这个所以说我们是属于是漏网之鱼 对 我们的后背军已经全部都封灭了 所以说还是呢 今天由我们两个来给大家继续讲解 嗯 好 那我们来看现在黑旗拆完边之后 嗯 白旗也是面临选择 一个就是这个地方进去下也很大 这个地方如果要走的话呢 白旗就是打一手 你沾上 然后再立 这个是最常用的手法 嗯 对 那除了这个局部呢 黑旗在这边显然要扩张 嗯 是的 那我们看实战里清城是选择的手脚 哦 手脚 有限制黑旗扩张模样的这个意图吧 对 然后黑旗就更加长 这个后视的下法啊 也符合日本骑手大多是骑手的风格 对 黑旗的长感觉跟这个拆边也是一种配合 因为可能骑友们见腥味是更多的 但现在如果黑旗这里比较厚的话 它可能有理由就是往下添一路 这个配置黑旗还是不错的 嗯 所以像这种肠呢 也是非常好的旗啊 没什么毛病 那接下来很明显黑旗这里有一块模样 嗯 白旗是选择的清香 哇 这个看得令人非常吃惊啊 这么早就来正五路了 嗯 这里经常这个 今天这个状态非常放松啊 但是我这个有点疑虑啊 就是为什么这个棋一定是下他这好吗 结果后来我就回去 看了一下 对 因为咱们这个比赛呢 是先于我们转播开始的 我学习了一下 发现这部阵就是人工智能的一选 嗯 这说明什么 这个李清成也非常的用功啊 这个局面他可能准备过了 是的 所以可以毫不犹豫地下出一选来 对 因为这样一看在布局啊 就是下到六路 还是挺有心理负担的 是的 对 一般的你要恨控 你可能会选择打入 是不是 像我这下的 嗯 少见 嗯 可见他是有所准备的 这也是人工智能的最推荐的招法 对 当然也不排除人家李清成才能出众啊 嗯 就是他的想法 不谋而合 对 人工智能不谋而合 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一个强大的这个 后援作证啊 所以我们讲起来也更有底气了啊 就是我们决议啊 呃野湖公司开发的这个决议 给我们这个作证啊 对 我们如果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包括形式可能是搞不清谁好谁坏 可能会请学义老师出来 嗯 给我们指点一下 好 那现在白旗震完之后 黑旗应该怎么应对呢 黑旗是选择的尖冲 那这也是超级常用的手法啊 嗯 这个对于 无论是白旗是小飞无忧手脚 还是这样 欣慰小飞手脚啊 甚至 你这个子在大飞手脚 我也见过 他还是要尖冲的 由此我们可以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就是像这种尖冲 你基本上就来吧 什么时候都不下啊 嗯 没什么大毛病啊 往往十有八九都是好旗 对 但这个尖冲可能对于旗友们来说 其实把握起来不是那么容易 比如说大家看旗的时候经常发现 尖冲完以后 白旗有可能不硬了 但是黑旗可能也会先放着 这个地方双方会达成一种默契 嗯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对 那都是比较高端的这个操作了啊 实际上我推荐大家 这个人家尖冲来的时候 你就爬一下就可以 没什么 不会吃太多亏的啊 你想无论是脱纤呢 还是反击呢 那都不太好理解啊 对 有点复杂 那我们看实战 哎 李清成感觉状态很 很好啊 所以继续在空中 这部期有点潇洒啊 对 李清成可能是昨天拿了冠军 心情大好啊 今天这个状态上来了 活动开了 这部期你要说什么具体的含义 也确实不明就里啊 看着也是一坨雾水 嗯 这是啥意思呢 嗯 但是呢 我这个也是 用人工智能学习了一下 发现 哎 也不是 太坏 嗯 不怎么降低 这就有意思了 因为我们知道 人工智能嘛 对吧 他都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老师 是吧 他的眼里只有好与坏 哪怕是好上百分之一 他也是说 哎 那是症结 但是呢 我们呢 下棋 我觉得不必拘泥于此啊 你要下出自己个性 自己的棋 就像这部大飞一样 好像是 很不一般 嗯 但是呢 你要人工智能一测呢 胜率也没怎么降 哎 这就是棋有意思了啊 是的 咱别是下的跟人工智能一样 别人工智能说 这个一选 那也一定下那个 我就要下在这 如果胜率不怎么降 那就更好了 对 这也彰显了就是李清诚对于棋的一种理解 如果能下出不是我们人工智能老师的棋 但是评分又不怎么降 说明他对于局面的理解 这种棋咱们一定得给他点个赞 嗯 这就是我们自己的棋 好 那白棋走完之后呢 黑棋觉得这个边放一放 又感到挂脚 哎呀 这真是啊 这个他们都很精通啊 决一的三大决计啊 拖先就是其中之一 兼冲是其二 还有第三个 佳老师你知道吗 点三三吗 点三三可能是具体的招式啊 也是决一非常喜欢的 如果用具体的比较笼统概括一点的 就是碰啊 这个决一很喜欢各种碰 上一次也见到了 对对对各种碰 我们看看这番棋 已经脱先跟尖中都使出来了 我们看看两位棋手还会不会使出碰 接下来呢 这个挂脚也是 在过去呢 可能挂脚我们通常都是马上手或者夹鸡 但是随着AI出来以后呢 大家经常会见到 新微的挂脚是会拖先的 哎 想拖先是一种很高级的战术啊 各位其友呢 也可以在实战中去尝试着使用一下 指不定就有非常神奇的效果啊 首先得有这种思路啊 应用不好是另外一回事啊 对 包括像我也应用不好 经常是该拖先的时候不拖先 不该拖先的时候乱拖先啊 因为这是很高级的战术啊 对 那现在呢 白旗就是说尖冲 各走各的啊 但是从这个局面 我感觉白旗走得好像更是地方 你看白旗彼此之间 每一手之间的这个联系啊 都非常的紧密 这个子跟这个子 这个子这个子之间 同时还对黑旗这个子造成了抨击 所以我觉得白旗这个局面 还是很开阔 很不错的 好掉 形成了呼应 而黑旗呢 现在如果再在下方动手 就感觉慢了一排 所以从面子上 他可能还是得 气势上也输了 对 得继续 看到了这部棋啊 加老师 我得想起来啊 咱们昨天呢 那盘棋里边 我给大家呢 讲的一个这个局部的变化呢 不太严谨啊 今天我觉得 趁这个机会吧 也给大家纠正一下 好 就是关于这个双飞燕 咱们靠 昨天讲的这个变化 我讲到了有印象很深的一首棋 黑旗拖 就是这个定式啊 下完之后啊 冲 沾上 斑 然后虎 打了沾 对 当然现在的配置 可能黑旗不一定会去掉 咱们讲试啊 请你做一个说明 但是我们摆出刚刚的区 这地方黑旗有子的时候啊 那盘棋实战是这边是大飞 对 我说这个棋 如果白旗拖先啊 黑旗这不拖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手机 这个结论呢 我用这个最前版的决议 印证了一下 是没问题的啊 但是呢 我接下来讲的是 这个棋 黑旗下一手长是不对的 这个棋呢 黑旗最严厉的是断 有更狠的 这样一断 我们看到白旗不太好办了啊 白旗如果吃 那就黑旗一长 你会发现这个双吃 跟这个争吃白旗难以两全 所以说这个棋呢 这个局面最佳的地方一断 只要下注这不断 这个局部黑旗已经必然要占便宜了 所以这里和大家纠正一下啊 好 那我们再次加深印象 类似的形状 白旗如果不补 黑旗的拖 是冷招 那这盘旗呢 是没有选择的低的双飞燕 而是选择的高的 这也是一个新变化吧 对 而这个变化呢 接下来白旗的招法 也跟过去的定式略有不同 可能有一些旗有见过 如果简单一点的话 这应该是黑旗的意图 哦 这个压出来 这样就郑重黑旗下怀 对 这个配置很明显 白旗面对着黑旗的外势 方向不理想 这个黑旗有头了 所以白旗这个手要靠这边 哎 真是好手啊 这样会使得黑旗这边重复 就是说别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 就尽量给别人 是这个意思吧 对 那当然黑旗也是不甘示弱 哦 黑旗这个反击 看起来很厉害啊 看起来很厉害 但是现在其实我总觉得下边这个还是挺重要的啊 作为黑旗来讲还是想能撑到先手的啊 嗯 当然作为一样啊 作为白旗要上面能撑到先手也是很好的事情 嗯 这个反击之后白旗就有两种下法 一个是下面打 嗯 然后嘟嘟嘟一爬 自然是先手了啊 嗯 大致如此 嗯 这也是很赞的一个下法 然后先手之后你可以棒 嗯 来 下边这个大展伸手 因为下边你毕竟有四个兄弟等在这儿了啊 看下边作战肯定有力啊 第二种下法就是直接打这个 对 在局部的话 其实黑旗虽然把白旗断了 嗯 但在这个地方对杀当中 白旗有这个力的好手 哎 这也是一种常见的变化啊 这也是定时之一 这个变化的缺点呢 就是白旗要落后手啊 呃 可以说这两种下法啊 各有利弊吧 嗯 好处就是这几颗子 黑旗是杀不过白旗的 只能用一个弃子 哦 这不顶时手机 对 啊 玩一个 对白旗如果搬的话会被黑旗反击 这里一定要小心 不成立的 对 所以是这样 啊 这样形成了一个局部的定时 对 大致是两分 嗯 但是从整体全局的配置呢 呃 我觉得还是白旗比较占优啊 因为什么呢 黑旗这个地方的定时 是处于取势的位置啊 嗯 这个地方取势 那最有利的状况呢 自然是其他地方也都有势力 这样形成一加一等于二的 大于二的效果 对 形成呼应 能够配合上 这个地方取势 那这个地方如果去取地的话 两者就会互相矛盾啊 这个效率上就会有问题啊 所以这个结果呢 我觉得白旗可以满意 嗯 那现在黑旗抢到了宝贵的先手 这是黑旗可以安慰的地方啊 对 我们看看它如何在下方定型 它选择的是挂脚 哦 这也是一个很常用的下方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这部坚冲呢 你看这个旗即便是挂脚 那这个坚冲仍然处于一个不错的位置啊 所以这时候旗呢 就是百搭啊 嗯 就像这个灌弹里边那个百搭一样 是不是啊 可以变 用它做什么都可以啊 是 就跟我们上一次给大家介绍这个碰 也差不多 对 我们看看 基本不分场合 任何时候都可以 我们看看这番旗会不会还碰啊 好 你看这个场合跟昨天的局面又不一样了 对 看看这个碰会不会还出现 好 那双方先在这个局部定型 嗯 挂的时候白旗选择的是贴 啊 不贴的话怕黑旗贴 嗯 然后黑旗这个地方又用了一个手巾 在有一下肩冲值的情况下 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手段的 哦 这也是一个很著名的带有欺骗性质的手巾啊 这为各位旗友可要小心啊 他希望 小老师给大家讲讲怎么应付啊 嗯 他希望你简单的跟着硬 哎 对 如果你要不喜欢一吃这个 那就要吃大亏了 嗯 那这一下交换黑旗就占了大便宜 白旗非常重复 嗯 所以旗友们要注意是没有这一下的时候 可不能脱了断 哎 这个丁是应该大家都见过 要脱了连斑 嗯 是的 正因为有这一下交换 它才能断上来 断的时候 这个千万要记住啊 白旗不可以往这吃 白旗基本上只有一种下方 嗯 要把这个字打中 就是打这个 哎 打了先沾一下 嗯 当它拐回去的时候 你再吃 哎 这样你就会发现 黑旗在贴起来的时候 跟刚才相比 白旗是先手啊 啊 这个里边的出入非常大的啊 对 各位旗友一定要记住 是的 所以面对对方的断 千万不能贪吃 嗯 还是得交换一下 再回来 先交换一个次序 过个门 然后再吃回来 那现在黑旗贴起之后呢 白旗局部是先手 嗯 我们看一看它准备在哪定型 哦 来了 我们还说呢 会不会碰啊 结果呢 它就来了 是 由此啊 再给咱们加强一下 就是这个对于大飞甲这部碰 通用一下 是的 不管你是想制孤 还是想违控 还是想试个应手 部分长和一点时间啊 三部分都可以来碰啊 尽管它碰 嗯 那现在黑旗还是要搅控 黑旗手都会搅控 白旗随去连扳 黑旗平时也有打吃的 但是现在它觉得白旗这里子比较多 它想保留一下 哎 它这样碰等于是稍微压缩了一下黑旗啊 同时把这个子有断开的含义 对 接下来看看白旗怎么 白旗点这个 哎呀 今天李清城的状态感觉非常好啊 这个又一个游戏的这个 就是状态直上啊 箭头直上啊 士气加三 都是这个意思 感觉每个地方的都是非常积极啊 从这个阵打飞 这个碰 再光当再来点啊 这都是能看出李清城的这个状态非常好 能够感受到非常积极 对 原本黑旗作为点三三的取势的一方 但是不知不觉间 白旗不断的去加强外面的子力 其实白旗点的时候 他已经在说你到底是不是个势力 我还要打个问号 对啊 这李清城这个快旗果然厉害啊 因为咱们李清城他主要取得的成绩啊 基本上都是快旗比赛 所以他叫小李快刀 小李飞刀 小李菜刀 反正都是他啊 对 你要想这个 在快旗领域 想要占到李清城的便宜 我觉得也确实是挺难的啊 今天这盘棋的进程也是相对来讲 还是明显黑旗这个花费的时间要更多一些 是 我们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什么时候李清城的用时比对手多了 那他的形式基本上是很不妙了啊 这说明他局面比较困难 他一直要常考 基本上呢 他是习惯于利用对手的时间在常考 所以他下的慢 所以他下的快啊 你在想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你怎么办了 然后你下一手他就下一手 这种棋手其实对于对方会有一点心理压迫 尤其是这种快棋赛 就是本身时间就非常的宝贵 但是他善于用你的时间来想 这不知道贾老师你看不看世界杯啊 因为我们现在正好正值世界杯期间啊 明天就决赛开始了 对 这个以我的理解啊 这个在足球里面那些像梅西啊 像姆巴佩之类的这种超预流的高手 他们都是有这种预判性的 对方他自己传一个球之后 他就已经想到了下一步要往哪跑 他会在那等着 如果这时候队友能给他一个合适的支援 这个球就威胁就很大 对 咱们下棋也是啊 这高手之间也是 你下了一手之后 你后面肯定有跟着的招 这个是高手的一个共同点吧 这就是我们说下围棋你走一步 至少看三步 后面要发生什么都是想好的 可不能说下了一步等人家走完再现象 那你肯定不会连贯 那我们看现在白棋点 他肯定是希望你要是老老实是沾 那我就便宜了 高手的特点也是喜欢反击 他不愿意轻易的就扶软 对 他来适应手 这个反击手段也是这个局部的非常常用的 板了断 对 我的意思 如果你要吃这个的话 那我就转过来 那他这一段吃 你一提 你再一吃 这样 这个变成三气了 他这一拐 可以把白棋这两个吃掉 这是黑棋的一个理想图 黑棋的用意 所以白棋不愿意 当黑棋断的时候 白棋不愿意上面两个被黑棋吃掉 现在就是这样 由此黑棋产生了这么一个反打的打结的手段 对 很顽强的一个结 这个手段如果对你的对手没见过的话 你使出来那是比较有震撼力的 这地方怎么凭空就出现一个结 而且这个结呢 我们可以看到黑棋比较轻 黑棋都是在一路 要死就死一个 是吧 要吃就可能把你脚吃了 对 所以这个造法还是很值得大家去记忆的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我们要注意 就是白棋一定要提 如果你说我不想跟他打结 立在这儿的话 那这个结会变得更重 这个结就会更厉害了 所以做得下来 整体可能白棋都要阵亡 对 所以还是要提 这样至少是一个两手结 对 这样黑棋要杀白棋 得提一手 再提一手 得换两手 预结先提 没毛病 接下来看看黑棋找什么结材 黑棋有一枚 这个结材找得很不错 因为这个局部呢 要走就是非的 如果拐吃呢 那就从咱们那个去年的高考题目了 妙手俗手 对 你本手之间的这个俗手就是称为这个一手 这个什么叫俗手呢 要举例 这就是一个绝佳例子 拐吃就是俗手 非一个 那就是本手 因为你拐吃把这个非的先手 跟这个点的先手 这个吃的借用全部给走掉 这就是俗手 所以这个非是一个好的野菜 对 那现在白棋直部呢 有几种补齐的方法 但是现在毕竟在打着结 它还是 这个 干净一点 补齐的方法就是指的是这个 但是你补到这儿呢 以后这要被恰吃有点难受啊 所以这个其白棋呢 基本上都会是走在这儿的 那黑棋相比之下 一般情况下 步伐快一点 还是效率会更高的 所以飞一下 然后提结 飞起再提回来 这样轮到白棋找结了 看看白棋会找什么结 我们说啊 这个 臭棋怕打结 是吧 但是据我观察 其实高手也怕打结 是 因为所有的这个高手啊 据稍微统计 你就会发现 他们被逆转的局面 十有八九都离不开结 都会有一个结的故事 在展开 所以这个打结呢 是一个围棋里边 比较难的这个技术点 像郁杰先提 那就是打结的一个 基本的小技巧 是不是啊 你先提结 一般总是不亏的 对 另外呢 还有一点 我觉得也很重要啊 也给大家介绍 就找结 别找损结 对 如果有看咱们 昨天转播的棋友 应该有记得 其实最后白棋 就是差一枚结 才不好找 因为这个节奏很重要 如果你先找损结 那么作为你的对手 可能它就有更多的余地 所以找结的时候 肯定是优先不损的结 然后到后面 真正需要卖损结的时候 就考验大家的判断能力了 这可是王老师的经验之谈 大家一定要记住 就是不理解也不要紧 你就一定要记得就是了 在下棋的时候 一旦出现打结 你就想到 王老师说过 找结不找损结 管住自己的手 那你基本上就不会吃大亏 那像现在白棋的这个结 它就相对于这种 要好很多 所以大家要注意 找结的时候 还是不能 很多棋友是找着找着结 损的都快比这个结本身要大 对 是的 所以说千万不要轻易找损结 不然除非你打的是一个天下结 这个结打赢你就赢了 那又没关系了 随便找 是 所以结材比较复杂 涉及到找结材 涉及到判断 那现在呢 白棋点的时候 黑棋觉得 如果我简单沾完 这几个子就变轻了 所以呢 他在补之前 他想先交换一下 非常细腻 确保能交换到 再回来 这样的话 白棋没有提及 白棋先试了个硬手 您看看 这个很不一般 我们讲了 这个郁杰先提 我刚找完结 结果这盘棋竟然 他就不提结了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判断 这个提结呢 黑棋有凸显的可能 在这种时候呢 他就觉得那个结的价值小了 不着急去提 是这个意思 一般情况呢 预结前提是没问题的 对 那现在白棋 现在这儿呢 也是考验黑棋 因为黑棋局部呢 其实有几种硬法 但是不同的硬法 就跟这个脚上的结 有关系 那我们看看 实战黑棋的硬法是 哦 是拐一个 咦 这步棋 我觉得稍微有点奇怪 因为你从这个 对局心理上来讲 对方本来应该先提结的 对 结果这时候 对方突然间 就相当于变了个道 是不是 跑到这儿站了一个 那你这时候 你第一感觉是什么 你肯定是不理他 对 反气道行之 你这个打的结 你不理我 那我继续打结 这是一个正常的思路 你一旦跟着对方硬 那大概率呢 就会被对方占便宜 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率 具体怎么样 不拿准 要不我们请决议来给判断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看 下到这个70的时候 双方的形势怎么样 就是另外黑棋 下一手是不是应该拐 是应该拐 还是应该先提结 我们请这个决议老师判断一下 给我们一个清晰的结论 因为打结的地方 确实是比较复杂 是 只是从这个通常感觉是有点奇怪 就是提结 结果出来了 不是提结 是挡住 哎呀 学义老师太高了 他既不管也不提结 他选择了挡住 这个得好好理解理解 这部棋确实非常大 因为这个一旦白棋飞出去 这下面有成大空的可能性 对 这个地方 当黑棋挡住呢 在这一方会形成势力 然后当白棋飞出的时候 不仅黑棋的势力变小 白棋这里也会形成模样 这个太高端了 这个我们能不能看看第二个变化图 这个 看看有没有提结的选项 对 二选 二选应该是提结 行 那我们就不管一选了 因为这个一选二选之间又差不到一个胜率点 那我们还是提结吧 提结可以 提结OK 这个我们看下自己能看懂的气 对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工智能在五个点的胜率之内 没关系 它本身的选点也有一定随机性 我们既然看得懂提 提而且是二选 那我们就提 认为提很好就行 那么显然是一选二选都没有拐这个选点 那说明什么 那实战平田 这个拐可能是一步恶手 刚才我们看到胜率上 即便是黑棋下出了最高端的操作 胜率黑棋也只有25 那说明现在白棋形势占上风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日本规则 黑帖六母半 那么初始的胜率基本上50对50 那么下到五 现在等于白棋已经有75了 白棋涨了25个点的胜率 那说明这个前面李金正下得非常好 对 确实如我们在观看的时候感觉比较流畅 然后今天的状态也非常不错 那么如果说平田再下这一步拐 岂不是雪上要加上霜了 火上要加油了 而且感觉白棋涨本身就是想试一试结材 接下来这个地方好像白棋又产生了一些结材 看看李清成会怎样构思 因为这个结比较有意思的就是 白棋当然可以一直跟着提 但是白棋也有可能开上来 反过来黑棋也是 这个地方其实双方出入下来 结还是挺大的 白棋在有结材的时候可以选择直接开上来 就是画着被动为主动 直接选择把黑棋打爆 对 但是一旦要开这个结非常的损 他一定得准备好一枚大结材 才能上手 真的 那我们看他接下来 这显然是一个造结的意思啊 这大结材出现了 大结材是有了 是的 我们看看挖完是不是要暴击 对 果然 那今天李清成真是不手软 咱不是说吗 给大家一开始介绍过 今年是这个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对 咱们这个阿韩同山杯的比赛呢 也是作为一个纪念活动 一般来讲大家都很友好 今天你看李清成这一点不友好 当然这个在棋盘上就是如此了 对 平时呢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那还是要友好的 但在棋盘上你尽管可以彰显自己的个性 到时候你在生活之中那就变得平和了 对 所以也是我们经常说啊 这个场上是对手 但是场下是朋友 所以现在在这个智慧战场上 那肯定是哪个狠挑哪个下 是的 那招完劫财之后呢 白棋打吃意思就很明显了 那现在黑棋面临了一个选择 消极还是提这个 都好大呀 这个确实怎么选择呢 从感觉上来讲 这个有点更 视觉效果更棒 对 我们对比一下 一个是这里被提了 被白棋 刚刚之前黑棋一直很大的一个大飞角 现在沧海桑田 被白棋提穿 然后这三个字陷入危机 我主要是觉得什么呢 这个地方好像规模小点 这个地方一提 如果是这个地方就算是白棋的地盘的话 白棋这个似乎更大 黑棋这一提 黑棋这个好像更小 所以感觉上应该 黑棋应该应一手 比比 如果是黑棋提子 白棋把这个提回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 而且这样黑棋外边还可以再去找劫材 虽然好像也不是很好找劫材 对 所以这个棋确实是很难的选择 要不我们再请决议老师给判断一下 看看这个棋究竟应该怎么想 因为我们知道打劫最难 就是这个局面 究竟黑棋是应该提还是应该消解 我们看一下 决议是怎么想的 对 我的感觉还是应该消解 不还是应该应解 对因为看上去这个角真的很大 但是可能黑棋就是苦于提完结以后 不知道就是要消解 决议老师很果断 他讲白棋第一选 黑棋第一选是应该提 黑棋一选是应该提 这个好 这个我们得到了一个支持 那么但是我们知道二选 是不是也给大家看一看 除了提以外 二选是什么 二选就是消解 那这两个之间的胜率的之间的差异是 消解的话黑棋只有7.3了 对所以还是有差别的 那就不用说了 7.3有点太少了 我们说一般你有个二三十都不要紧 一旦跌了只有个位数的时候 就说明形势落后的是比较明显 那行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地方的结论 黑棋还是应该应的 黑棋 白棋早结的时候黑棋应该应解 那么实战呢 实战是没有硬 实战没有硬 那我们知道了 这个平田今天不妙 对 因为刚才我们看到了 决议是给出来的 胜率你要是改消解 他就改给你7.3的胜率 那白棋占据了92了 超过了92这个胜率 就说明优势比较明显 而且一旦提完之后 白棋比较厚 这种格局的92 可能比这种乱战的92 还会更好掌握一些 所以现在看到这里 感觉今天李清城的状态 还是不错的 这个确实是 因为平田从哪方面来讲 还是弱于李清城的 虽然他赢了景山 但是他在以往比赛里面 并没有特别拿出手的成绩 而且也是94年了 也不再年轻了 好 那么现在李清城 占据了局面的优势 那现在白棋提完之后 不仅黑棋这块问题 这三个字也得交代 所以黑棋先把这两块连在一起 确保这边的安定 那现在白棋就抢到了先手 好 白棋 这边是局面的焦点了 因为再不走的话 黑棋一手就会成空 那这种时候 往往都是打入的最佳时机 白棋进来 而且他不仅是想破空 他还觉得你这个地方 要是以后我慢慢来 你也没活 对 在李清城眼里 我这哪是在打入 我是在攻击 是不是 我不是为了破空 我的目的是 把你卷上跟我一起逃跑 看来这个平湖 对李清城是一个伏地 他在这地方状态很好 昨天那个棋 其实一度 很危险的 他形势是比较危险的 对 结果这今天 马上就完全复活 我们看黑棋现在出头 这是压迫的一个意思 现在白棋的目的 其实用不着攻击 白棋就把自己做活 这个看起来形势就很好了 对 所以白棋大概思路就是活到黑棋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样让黑棋这里的潜力消失 我们就可以看到黑棋基本上的空就比较局限了 就是这两个角 这个班也胆子也非常大的 他不怕黑棋断 作为优势的一方 你总会有点心理的小负担 我想可能是这样 像这种我们给大家讲过 围棋高手跟足球高手一样 他都是球在脚底下的时候 他已经想好下一步 下两步怎么处理了 我想他如果要断 李清城是不是打算这样 打了扳出来 如果你再敢断我的话 那我就长一手 这你可能要吃一个 或者是跳一个 如果你要吃 我滚一包你心情不太好 所以你可能跳 你跳你下一手有这个压 所以我就贴吧 我想可能是这样 你可能要夹 这是一个经典手机 那么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七个小子 比方说 从这边夹过来 可以看看 这一块如果全性理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 虽然这里付出了一点点的实控 但是这里是一个很立体的控 或者是加一个是手筋 或者这样下可能也不错 比较紧凑 这样下一手之后 还有很多借用 这两个大家认选吧 我这也一时也分不出来 因为在大棋盘上看 感觉没什么特别多的感觉 就这两手 我估计这可能是李清城的右翼 七子 要不然像这种地方 搬起来被人家一断 总是要有点怕怕的 那我们看看 这黑棋敢不敢断 黑棋时间会不会断 黑棋没有断 这可能是 一个日本棋手的这个问题吧 我相信你要换上韩国棋手 可能是要给你断上去拼命了 因为现在形势本来就落后 那你肯定是希望乱一点好 你管他对手要怎么着呢 是不是 你先断上去 可能就有机会 不是说棋从断出生吧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一招挺好使的 确实是很多时候棋从断出生 但是一退 估计是生不出什么棋来 对 而且白棋本身啊 如果是这个形状 你让他在这个地方做活 他还不饱满 他现在搬起来以后呢 再配上一个飞 感觉这个地方眼形也出来了 形状很好 是吧 确实是 这个地方白棋 活棋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 接下来黑棋呢 把白棋封住了 但是黑棋封完之后 白棋的眼形相当的充分 这个活得非常的舒展 木树还不少 有个七八木棋 所以感觉在这一代 黑棋不知道是不是可能 拼一下像王老师说的 可能会更复杂一点 无论怎么样 下成这样 我要是白棋心情大好 因为我成功地达到了我的目的 当黑棋挡完之后 白棋再一并 在黑棋的势力范围中 搭出了一个很漂亮的小堡垒 这个地方安全做活 我们知道刚才胜率 黑棋只有七点三了 这一站下去 不过黑棋的这个下降空间也不大了 对 留给他的余地 也比较少 你已经是到处第一了 我还有下降空间吗 是吧 现在黑棋只有七点三的胜率 也跌不到哪去了 对 那倒是 现在白棋确实是非常好行事 那现在我们刚刚一直说 黑棋本来希望在这边有所发展 但白棋从飞出以后 一手棋给打破了 那黑棋现在就得想 要么他得经营这一边 要么就是得在白棋的空里去打打乱 你确实是 如果下边这三个子就这么估计而终的话 估计这个棋空也是不够 那我们看看他是 他先在这个地方打吃 那这个白棋自然不会给你生事 这是接住 这个棋本身能不能活 就是一个疑问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从全局的角度来看 黑棋好像还是没什么酷 一时二十目棋 二十五 加这个角 肯定是四十目以内 白棋一时十八 二十八 白棋也有三十目 那你这个棋还死活不明的状态下 你的目数都不怎么领先 那对白棋这个太轻松了 白棋不一定肥吃你 白棋占点便宜也可以 对 如果抢到先手 顺利安定的话 可能再反手 把这边打个入 这种局面是最滋润的 游刃有余 有句话叫做 这个空又多 棋又厚 可能就是指现在白棋的情况 对 我们看看黑棋呢 作为黑棋来讲 那这几个不用说了 那死了就直接可以投降了 必须得活 对 接下来白棋尖 这地方白棋稍微有点毛病 白棋得注意一点 搬住 这个也非常紧凑 白棋这地方太多了 对 现在我们看一下局部 局部如果说简单的虎的话 那这个鞋 我一点 一般 这经典的破眼 缩小眼味的战法 这个地方 黑棋是活不出来 那你要立呢 立的话局部如果想吃 还是要进来 但是立完之后 可能对白棋的影响会大一点 如果你要走这个 我这虎一下 然后这一挡 要吃给你倒包 对 你一吃 我送吃 你一提我一办 也就是局部 黑棋作不活 黑棋所有的指望 就在这一碰 那我们看看 这个地方 李金城是怎么操作 他是直接强杀 还是占点便宜就够 对 实战 平田是选择另一个 因为这个不走的话 这个子被吃掉的话 白棋自己就活了 这个靠出去也没有意义了 另一个 看看李金城是先动手 还是先准备 对 因为刚刚王老师介绍 这里有一靠 白棋不能简单的冲 可能只能见外面 那可能形成杀气 有点复杂 有不实际下的李金城 非常的老道 他选择到这靠 对 这个他从全局刚才一判断 空也就多我实木棋 那我外面找个实木棋的便宜就够了 这个靠就这个意思 如果你要做活的话 那这被搬下去 实木估计都不止 所以黑棋不能够接受 黑棋如果你要顶的话 我看这地方 白棋有个手筋 这个 还要爬我 王老师这个 这个比较多 太难受了 如果我粘 你粘 我不是要这样吃 我还要先爬一点 对 然后这个实木已经到手了吧 以后这一点 可能实木又来了 这个黑棋 确实受不了 但如果我为了跟边上对杀 那我多了这个手 多了这一手之后 那你这个碰就没有了 因为你在碰的时候 我可以扳在这 那样白棋就可以放手地 去底下点杀黑棋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一顶的话 白棋会使用这一个 扳了爬的组合圈 黑棋会昏倒 对 那如果不走 又会被扳 所以黑棋想的一个办法 是先苦肉计 顶一下 但是你这个 最后这个扳下来 你挡得住吗 好像也只能扳二路 这个如果这样的话 被一粒 好像也是杀不过的 惨惨惨 这三个字 但是现在又不能顶 因为如果顶 虽然白棋没有便宜到这两下 但是刚刚王老师介绍的 这个靠也被防住了 白棋可以从外面走 所以好像黑棋 现在必须要回来了 无法两拳 对 这个棋 估计 如果说咱们国家队 这个训练室 还有人观战 在这个局面下 可能他们都会散了 自己一旁去下十秒 去练棋去了 可能他们觉得 这个棋的胜负 已经没有什么训练 对 有点像足球篮球 进入到分差比较大的时候 要足球呢 估计就是三比零 还加时赛 这个朋友 三比零没加时赛 三比零就最后十分钟 或者补食了 上瓶补食了 已经 对 这个确实是很难很难了 因为这个眼界呢 一般无法抵挡 这一杀棋也挡不住 然后全盘一数控 好像还没多少 那这半棋 这李先生下的确实好 没找到他任何一手 哪怕是有点小小毛病的棋 好像没找到 对 但是相比之下 那虽然这个班很严厉啊 但是这个碑点 我们刚刚判断过 黑漆全盘就不到四十亩 这个地方放眼一看 肯定不能死 不说了 先把大龙做活 这是文艺的选择 这个搬下去再说吧 果然像你说的 就只好这样 是 这个太惨了 对 然后白棋还不依不饶 继续连搬 这个也太过分了吧 这为了这个 咱们这个友好往来 是吧 你这样就够了呀 你对方都爬二路去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把这个子都给割下来了 黑棋不走呢 白棋管先手 对呀 你这样还不行 这个李青城 咱们要批评他了 这个不对劲啊 这个连搬太凶悍了 这连搬 这个连搬呢 它的意思就是 你这两个子是齐筋 不仅是他死 还带着脚上的三颗黑子 它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要沾我这一尝 你这不能跳 你跳我冲断 这样我这要点死你 这要吃你脸 这个确实更好 太黑了 是 太黑了 那白棋 黑棋好像还是没有办法 只能不要了 刚刚被一尝 已经无法量全了 这个歌须气袍 歌力求好 各种歌 那这个 但是我感觉这样真的就便宜吧 黑棋老师也能有一点收获了 这样跟这个冲过来 需要判断 这样的好处是实况多 但是坏处就是黑棋这个地方肯定也会长一些木树 这我们得相信李新城 毕竟他是在下棋 我们在讲棋 对不对 而且他还是小李飞刀 这个下得又快又好 这个一轮回合 我们前面给大家估算过 这边白棋只要占得实木的便宜 形势就非常好 那现在一数光吃子就实木了 虚控还有个接近实木 那确实是白棋好 现在定完形之后 黑棋全局最后一个不确定因素 就是这块了 要把这块做大 对 做大做强 所以围到六路了 这个确实比较撑了 那是 现在是必须往最大的地方围 但是黑棋有一点点不舒服的 就是这个地方 它毕竟不是提起来 白棋隐约的这些残子 有可能会起到一些作用 但是多少人家都起了一块空了 多少能看起点纸袜 这个棋 我想当初是不是还是冲一个更稳妥 那我们也可以请决一老师来看一看 在班的时候 他是希望下一个稳健一点的 真是出难题 我这冒着 咱们冒着被打脸的危险 我们来好奇的看一下 就是在 黑棋107的时候 107班的时候 白棋究竟是应该冲还是应该连班 对 当然我们现在确实形势非常好 我估计是选择的幸福 选择的烦恼 走哪个都很好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战役当中 还是王老师得到了支持 我很荣幸 我跟决议的想法一样 当然这个离成的连班应该也问题不大 对 估计就是二选 我们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在胜率上应该是 差不多 基本上一样 对 就看来是 果然是幸福的烦恼 选哪个都可以 那从这个角度 还是冲出去更容易下 因为冲出去 绝不会发生死骑的危险 这个 这样的话 空虽然多 但是你近来 万一不小心被吃到了 虽然是极小概率 这个万一不小心被吃掉了 那这期也要翻盘 对 但不管是哪个变化都可以看出来 目前李清成的形式是非常不错的 胜率已经达到了99 马上就见零了 对 所以今天感觉白旗确实发挥相当的出色 到目前为止都是 现在就是把这两个救活 然后黑旗就没地方去争胜了 所以黑旗必须要攻击 白旗的任务就是把他安全逃跑 这个你想想现在李清成现在能出个差 你不用说出个差 我们能到央视来一趟都不容易 这个李清成所以能去平湖 也是冒着现大大的风险 但是从他这个角度来看 他这一趟 收获很大 不许此行 来了一个冠军 昨天来一冠 今天又来一冠 对 两天两冠 效率非常高 当然啊 只是现在就是非常接近冠军 我们也希望他最后能保持住 我相信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没问题 这个棋 我上也都有很有自信 我这个就算是我跟决议下 我也不虚 就到这个时候了 对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在咱们队里面训练 我也经常安排他们和这个人工智能下棋 你会发现他们也不是说一定就赢不了 你下多了也能赢两盘 输的肯定是多数 基本上下个十盘能赢个一盘吧 但是你也不能过分于神话 神话这个人工智能 你看这种巨猿 他要杀我 我也不服气 我还是会硬的 杀不掉我的 所以我们来看 现在黑级虽然想要争取一下 但是这个部分对于李清晨来讲不难 非常清楚 因为白级其他地方都很厚 就一块骨骑 然后周围都很厚的话 相对是好处理的 盯着一块活 要小心 别出一个大勺子就行 继续出头 这个地方因为挖的话 黑气这里明显有一个川 所以黑气也只能走外面 你又说咱们这个比赛 能够正常顺利的举办 那真是不容易 你像咱们这个是在举办地 在浙江平湖 是不是 他们那能一拥担重担 能接待我们这些从北京去的这个人 那也真是冒着这个很大的风险 对 咱们这个央视也是 你本来你什么都不播对吧 就没事 人家世界杯期间 是不是 咱们央视人物也为了这个宣传 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也就是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 还这个加了两场 但是为了这个正常的能够播出 那也是费了老劲了 咱们央视的这些领导们 编排也都不容易 都一个钉仨了 因为人手紧缺 没人 对 所以能在这个期间 能够看到一场围棋比赛 还是非常开心的 所以我们也都非常感谢吧 方方面面 对咱们围棋的支持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持 而且王老师 据我所知 好像接下来平湖 还要继续承担一个重任 在阿韩结束之后 你说的是春兰杯是吧 对 那都不一定能行 因为现在你还得看 起手是不是 身体状况都健康 对不对 这个现在一天一变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能够做一点事 是的 那如果顺利的话呢 可能我们平湖 大家还可以继续欣赏到春兰杯 因为春兰杯的八强 也是有很多强强对决 大家也非常的关注 咱们央视到时候 也可能还会继续转播 对 那到时候也希望 其友们可以继续关注 我们的这个转播信息 那讲旗可能就不一定是我们了 是吧 可能那时候其他人也能顶上来了 是的 但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因为春兰杯 我相信很多旗友 这个柯杰队 深圳旭 还是大家拭目以待的 春兰杯是八强 我们现在有五元战将 其中有一对呢 还是自相残杀 好 对 那我们来回到 先看一下阿韩的这个中日冠军对抗赛 现在这个棋 白棋只要是活了 基本上就可以发布胜利宣言了 所以黑棋这个时候一看 就是简单要跟着硬 白棋就往外虎一虎 这实在是不像能吃得掉 这地方一拐之先手 这已经有只眼了 对 要上手段了 靠上来 这像个手机 就是如果你要冲这个 它就一断 把你断开了 如果你要挡这个呢 它要干嘛 它是要断这个 你要一走 它要吃一个大包 哎呦 这看起来可能有戏了 对 这个至少可能白棋不愿意冒这个风险 黑棋从外面一吃 这还得算两下 这个有戏 所以李竞争非常的稳妥 他就选择这个 那这个意思就是 你要想吃点小的 他给了 关键 可能黑棋的次序不太好组织 哦 就是说 如果你要先顶的话 我就回来了 那它可能就回来了 嗯 这样双吃和断 间合 如果你要冲的话 那它可能会选择这个 对 那这样你虽然是能够 你这 我吃了俩了 我就不会死了 有自信了 嗯 因为这个地方 哪怕就这样勾冲 也能够回家 这个黑棋的自身器非常紧 只要冲断 就不担心 这个看得很清楚 白棋必得其一 活了 对 所以白棋闪躲 下得很清楚 不给黑棋机会 在这种地方 再读几秒来 30秒 是够用的 我记得这个棋 下到100手的时候 现在是126 下到100手的时候 看了一眼时间 大概平田 是 还剩11分钟 这个 李清晨还剩32分钟 差不多是 1比3了 所以李清晨还是下得快 那他下得快 说明的形式不错 很顺手 意料之中 顺手 对 那所以呢 估计按照现在的这个进程 黑棋肯定是要读秒了 白棋读不读秒 可能还要看他的进程 但是黑棋应该早早就进入读秒了 选择的顶 那么白棋再将回来 我们刚刚说了 这两个是建核的 所以黑棋还是要走 再见 现在这已经有一只眼了 外边再做出一只先手眼 或者是跑出去 都可以 对 但黑棋这个地方还是得长 因为这是一个虎口 因为这个地方 白棋人家要走是要断的 你比方说你要去那边走 人家可能不是做眼 要断 你吃我跑 先手断 然后再打的贴过来 谁吃谁都不知道 对 所以还是得加强一下自己 这仍然有断 这个地方 而且白棋可以先出头 黑棋很明显 这个包围圈好像到处有靠 这个冲断也下下手 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隐患 看看白棋会用什么方式置孤 我们粗粗一看 这一冲断是先手 这有靠 这有断 感觉上完全不替白棋担心 我们看他的应对是 先靠一下 这个要跌 白棋也很厚 那这就是放弃筛齐了 因为这样一冲 基本就回去了 很简单 白棋下的 因为他走这个也不行 实在是不行 因为走这个 我这个几十先手 如果我补上面 我这个一冲把你断开 对 其实我要不我别冲了 我只要被你一断 我还看不清 我就来得看得清了 我先虎 这样我靠不住 我这个气非常紧 这边一扳就出来了 黑棋自己破绽百出 就算这里不行 好像我这有先手 这一段 黑棋也抵挡不住 对 所以看来看去这个地方 黑棋实在是不太可能吃得掉白棋 无奈叹口气 无奈把头摇 只好挡 那么白棋一冲就跑了 白棋还退了一下 这还不依不饶 不仅想活 还要活得体面 对 因为如果直接回的话 需要用一个相思断 如果是简单的走一个 你断 这个是可以跑的 但是它不肯这样被吃一个黑棋外边厚 对 这里清城是越战越勇 它不仅要活 它还要活得大 活得有面子 我不愿意用这个手筋 因为相思断是手筋 但是比较损 这样黑棋是先手 所以白棋意思是说 这地方我随时能冲断 我就退在这 你是封住 还是给我连 你不走 我这一跳 借于用这个断的威力 你也拿不住我 对 但你跟着我跳呢 我再会要冲 我这懂了 这样它这一断的话 黑棋再一冲 它再一吃 先手 黑棋再提起后手 它要追求这个 那我们看看黑棋 但这个肯定是要补的吧 看一下黑棋是不是这么补的 这个黑棋只有跳吧 我们看一下白棋断完之后 对 这个要补在这个眼形上 也是木树比较好 那李清城这一段 这个子孤非常成功 今天这半棋 李清城开心 这样的表现 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完美了 我觉得李清城最近 他的棋有点长 比以前有点进步 他以前那个棋 下得好的时候 下得是又快又好 能让一旦状态不佳的时候 有点像这个黑棋的包围 像有时候破绽摆出 因为快就意味着你随手多 有些地方不太严谨 所以但是最近我感觉 李清城好像 就像不是有种说法吗 要过慢生活 他现在的棋 也慢慢的有点慢下来 找到了一种感觉 或者说就是该快的时候 他还是很快 但是关键的时候 他还是能慢下来 仔细的算一算 也就是说 他现在的棋的 这个破绽 随手比以前减少 所以他现在的这个成绩 也是比较稳定了 等级分已经是在第九 近前十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个中国围棋 其实抢手如鳞 每次一看围甲脸赛的时候 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名字不是很熟悉 但是每一个高手之间 一旦对起来 其实胜负都很难说 所以在我们激烈的过程中 可能大家很熟悉的 一些世界冠军 等级分可能还要在二十左右 所以能到前十的话 其实已经证明了 他的实力是非常的强 其实咱们业内人士 经常会根据等级分 来判断一个人的实力 他的什么冠军 他们的段位 有些时候 只能代表的 是曾经拿过的一些荣誉 对 等级分是及时反映出 他的这个状态 像现在李星成 等级分近前十 可以说他现在是 顶尖的一线高手了 对 而且他这个年龄 是98年的 对吧 昨天他的对手 谢尔豪也是98 是 咱们98年的时候 有种说法叫98四节 还有谁呢 贾老师肯定知道了 对不对 其实我们应该也会知道 像姑子豪 也是成绩一直都非常好 98年的 还有一位 对 这个也是在世界舞台当中 而且前不久 刚刚是战胜了盛成旭 终结了国际比赛的连胜 大家印象也非常深 杨靖先生也是奇才具好的 这个和李金生一样 都属于是以才能著称的 什么时候 他们一旦能潜些心来 踏踏实实的研究起义 我觉得 那他们成绩会好起来的 但是一般像这种 有才能的人 他就 总是会有点 漂 是不是 有的时候有点漂 要不然他们踏实下来 那是不得了 你比方现在科捷 他就很认真 接下来不是你给大家介绍过吗 这初栏被要开始了 那现在他就要求训练 虽然现在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我们无法展开全规模的训练 但是个别骑手之间安排还是可以的 我们就也给科捷安排 真刀真枪的演练 这个很不错 对不对 有这种心 那我相信他也会有好的表现 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 因为本身棋手可能喜欢下 这个面对面线下的棋 但是近两年我们的国际比赛 他必须得下线上的 所以在训练的过程中 像这种备战 棋手还是倾向于能够下线下的 还是说我们就全真模拟 到手比赛的感觉 我觉得这分两块 你要从训练的角度 肯定是线下的好 因为线下是面对面交流 我们说下完一盘企业最有提高有帮助的就是复盘 这在其他行业里面也会经常会用到这个词 这复盘是最有助于提高你的实力的 像我们的这个鼓励 他就是无论是输了赢了 他一定都会给你复盘 所以有的时候经常是你明明被他干掉了 对不对 你挺郁闷的 他还拉着你复盘 你这个确实心情不太好 但是你也有一次可以知道 复盘对一个起手的提高是非常重要 你只有面对面的彼此交流 才能高效率的复盘 但是你要说是热身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的下一些网上的模拟 但是网上的模拟随手会比较不 你没办法有那个环境进入一种沉浸式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还是面对面的更有效果 是的 那当然可能临近比赛的时候 可以考虑去适应一下这个节奏 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真正从训练效果呢 还是面对面交流 手谈手谈嘛 下完我们还可以交流一下双方的感受 那今天呢 这个也是没办法 因为国际赛事啊 依然是线上 所以今天不管结果如何呢 两位起手结束之后 可能只能默默地打开人工智能 看一下这盘棋的得失 确实也是我们现在少了一大乐趣吧 原来真的是看比赛 好像结束之后 两位起手一定会摆很久 去分享一下自己的 在不同地方的感受 那现在的话呢 可能就只能找一找人工智能 就看一看 这个就是现在主流的学习方式啊 你想包括像深圳训 他都号称深工智能了 他也是 下完比赛 第一个习惯就打开手机 这是最快些的了 然后看一看 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些 对 新鲜出笼 但是总而而知呢 咱们 包括咱们各位的爱好者 你要想提高的话 也一定是要复盘 要有高手能够 给你面对面的讲解更好 没有自己白白也是有好处的 我有一个旗友 他就 这个有这个特别好的习惯 然后他跟我下的每一盘旗 他都会记录 然后认真的复盘 下完的一盘旗 他一定是把旗盘也糊落了 这点和鼓励一样 然后认真的复上 所以他现在他的水平就非常高了 不断的会有一些进步 所以旗友们也是要重视复盘 因为我知道很多旗友 这个对局量足够 但是很少去复盘 那其实你会发现 长时间就在这个水平 但如果能静下心 这是你的选择自由 因为围棋毕竟是快乐的 因为咱们业余的爱好者 就是要追求快乐 你觉得这样自己很快乐 我觉得也很好 但是如果你有一天 你觉得这样不快乐了 你还想变得更强 那一定要去复盘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 因为白旗连过来之后 我跟王老师这个心态就比较放松 因为基本上根据我们之前的判断也好 白旗简单处理好之后 这盘旗的实控是不用担心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继续看一看 后面是怎么下的 白旗断 刚刚说了 黑旗提示后手 这地方不走也是个接不归 所以黑旗不能走了 黑旗现在也没什么 一个二路加 另外这边还在围一围 这个地方也价值不小 就这三个地方选了 我们看它 先点一下 这是先手 这是它的权利 然后它是收的加这个 它这个局部应该是后手 但是关子确实是很大 对 你不走的话 我这以后一度是先手 是的 对 这个本身白旗斑斩也是一个不小的逆说关子 但是 但是现在黑旗刚打完 白旗肯定不会走 因为刚刚王老师说 其实这个地方没有定性 对 如果说外边没什么着急的 可以考虑硬一个 但是现在这边应该还是价值最大的地方 对 这个地方 白旗一走 眼见的可能又能长一些木 飞 还是冲 这个地方 看看林新城 看它是怎么选的 它是飞 效率更高一点 对 那黑旗现在再不走的话 白旗这里还是有一些潜力的 它先走一走 这个选择是中右 要不然白旗这地方跳 先手 贴几下 没毛病 对 然后这个度过 因为刚刚说了 其实白旗本身密收也很大 所以你不走 定型掉 然后黑旗觉得 继续长 在这定型 可能白旗就把这补了 它是先加了一个 它担心以后加白旗二路立 对 一旦子多了 趁着这地方白旗没走的时候 先试一个应手 也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的话 如果你立 黑旗断完之后 这个上面还是白旗有点薄 那黑旗可能有搬住的机会 这里也有点软头 这地方还有冲 这里往白旗会有一些弱点 所以白旗简单一点 截住 后势 优势下的时候 尽量走到后势一点 这点小木 咱就不跟它争了 对 我们说迎旗不闹事 不要主动挑起战斗 这个板也价值很大 白旗相应的可以走过来 那这样一个定型完之后 刚刚王老师说的 这里定型了 就剩下这里了 对 黑旗是怎么围一个 这地方也有个先手关子 也别忘记 对 是跳还是大飞 一般应该用跳 多数情况应该用跳 因为你大飞 人家可能会先尖一手 所以同样是先手 还是要先占据二路 再到一路 看看黑旗怎么围 黑旗就 贴这个是吧 这个价值确实是不小 白旗冲 这个是他的权利 挡住 对 那现在黑旗把这个空围住了 是的 那其实双方基本上 木就在逐渐定型当中 可能马上就剩下 我们刚刚要说的 这些边上的关子了 那看起来黑旗围的 也是不小的 可能情势的差距 你别看决议 给出来胜率都99了 吓死人了 但实际上你要换算着木差 可能这个企业就盘面差不多 因为这个人工智能 它也会进化 不断的迭代 所以它会越来越精准 在他眼里 那个半目有天谴 无法逾越 所以说你都 盘面差不多 领先七八目了 这期就不用下 我记得人工智能 如果是木差超过了九目 它就不计数了 它觉得九目跟二十目 没啥区别 对 我记得像之前 可能在人工智能 严格的时候 有的时候到收到关子 95 99 它可能就是一目 或者半目生负 所以说虽然这个差距很小 但是在人工智能的眼里 这个棋就是没什么变数的 所以可能我们在看棋的时候 这个胜率是一方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它旁边的木差 那像这盘棋呢 是木差相对大一点 并没有说很微妙的 这样种很接近的胜负 其实就是我觉得 这个人工智能最好是 把它放在一个辅助的地位 你别去依靠它 也别去一切都去看它 它的辅助就是什么意思呢 当你拿不准的时候 你比方说 这个棋究竟谁好 你判断不出来 这时候呢 你看看人工智能的意见 这个棋你想走这 但是你看看 还有没有更好的 这时候你让人工智能 智能出来 首先都是以自己为主 你要完全是 这个棋也看都不看 木也不熟 也不想想什么了 直接就是看看人工智能 那最后确实也很无趣 那样也没什么意思了 对 而且下一次 真正遇到形状的时候 我也不能下棋的时候 就拿着一个吧 我还是得自己用出来 所以大家 就是我们人工智能 现在借助它去训练 这是每一个棋手都会做的 但是怎么去用的话 还是要结合自己的想法 下出自己的棋很重要 把它当作一个帮手 也把它以它为主 对 就依赖它了 那现在我们的白棋冲完一下之后 先来收棺子 这是先收棺子 对 刚刚王老师说 如果你走一路会被尖 这个地方白棋的木就少了 所以它要跳 挡一个 看看它会走什么 它打吃 打吃 这个是有段吗 这个地方真有段 真的有段 确实 这一段看似可以加吃 但是这个地方气比较紧 这个白棋是可以冲过来的 可以再 而且黑棋确实脚上没活 那这个吃黑棋还得补 有点小难过 有点小难过 那也没办法 补一手吧 黑棋追求一下 补在这 它的意思是 这地方产生了一个冲 如果你要再断 你敢吃我 它可以反击了 这个冲 它可是有这个反击手段 当你再冲的时候 它在这个 是 如果你连接 那它这一段 这样的两个 它间合了 这个白棋吃不住黑棋 对 这得小心 而且走完之后 这个里面随时一跳 白棋也不是活的 所以它是间接地补在这 这个效率比较高 效率比较高 那补完之后 白棋当然就不会断了 看看白棋收什么 白棋先顶一下 顶一下是个先手 这里边白棋是活棋 你要冲的话 它一挡 活棋 挡住 那是扳出来 看看它的后续 扳一个 它还是瞄着这个地方 整体黑棋的薄位 对 这有夸断 这还有断开黑棋的路 不是简单的瞄着这三个 它还有更大的图谋 所以黑棋是不是得补了 看看黑棋怎么补 黑棋先补这个 因为刚刚说了 虽然它要靠冲 但是你等到真的那一天 有可能就来不及了 可能白棋就反击了 所以它先搬一下 确保这个地方是连着的 这以后白棋吃一个也非常舒服 白棋现在总体上 还是处在一个收控的状态 没有一定要吃黑棋 刚刚说的这个 好像依然存在 就一炮 黑棋是先冲这个 因为刚刚说了 白棋如果断 在黑棋安全的情况下 这个局部 白棋是不活的 所以在冲的时候 白棋要挡 这本身也是一个 价值不小的关子 一直也没工夫 给大家数数控 我们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自己数 一个是请决议数 我们刚刚说过 咱们凡事要依靠自己 咱们不能老靠决议 对 那我们自己来数一下 自己数一下 请决议验证 好 那我们到白棋挡的时候 黑棋的空 5 6 7 17 18 19 20 24 25 35 45 51 好 黑棋那边51 那边算10目吧 61 这块算五目 那块算六目 67 黑棋超不过70 67至70之间 对 因为采用的是日本规则 六目半 白棋呢 5 6 7 89 10 11 21 31 这个潜力都没算 32 33 33 5 36 44 1 42 50 白棋50 不算潜力 黑棋67 你看 一数几空来 我觉得可能有很多爱好者会说 谁好 对 搞不清谁好 谁好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中间的潜力 你怎么算呢 我 感觉上 算上这些破破烂烂的 10目其实是至少的 那么一下子就变成盘边生活 对 然后我们刚刚说 黑棋这个地方是欠着目的 对 所以说有的时候 刑事判断啊 可能骑友们自己点一下 粗粗一点 没觉得白棋好 或者说可能用这个点一下 刑事判断 一看目说 哎 好像黑棋领先 但其实现在白棋不知不觉间 在中央积累了非常大的潜力 对 所以说 那我们说过了 我们验证一下吧 对 我们再请决议来验证一下 目前的这个盘面的这个究竟的情况吧 好 那我们有请决议来看一下现在的目差 出来了 黑棋0.3 目差8.2 有目差的话 应该是7目半 那我们再扣一目的话 那也就是黑棋落后7目 那也就是盘面胜负吧 那很好 咱们的判断也差不太多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一看这个最后中央的定型 因为刚刚说了这个白棋还是不能就是说下的太缓啊 它还是要把中间的潜力换算成一些木数 所以看看黑棋的定型 黑棋白棋的木来了啊 对 然后黑棋这地方有靠 得赶紧顶 不强 你看中间我们才给它算10目 这哪只10目呀 是 哎呦 这么细腻 先吃一下 打完是不是提啊 不提了 围住 刚刚不是说了吗 中央围够了就行 那这就数着木下 接上 我提 然后这里还有一点点薄 刚才一目没点 现在一数的10目加了 那确实是盘面黑棋能赢就不错 对 而且这个地方还得补呢 你还恶心呢 怎么补 怎么补 还挺难受的 实战补这个 白棋一提 哇 这个还有挤啊 黑棋还得接着补 哎呦 难受 嗯 补在这 那补在这呢 我这个顶也有先手 整体 这还有个后门 还好 整体大楼无忧 对 然后我们看白棋断一个 断一个其实就是说瞄着 这还有跑 你到底要不要走一个 也还有把这个地方给 走走后的 嗯 下边以后慢慢的受控 这一打 这个相当的愉悦 嗯 我们看看它 实战黑棋就是 把这个补墙 啊 把这个补住 同时间接限制你跑 你现在要跑 它一冲过来 白棋自身没活 对 所以这是一个间接的补棋方式 比单纯的提要 目数好一点 嗯 但这样白棋抢到先手之后呢 刚刚说这个大吃非常大 因为这地方黑棋的头是比较软的 如果你沾 以后接不过 这还有靠的手段 这一打一沾 再一打一沾一靠 就死了 对 接不上 所以只能吃这个 然后那黑棋就不走了 黑棋先 破一下木 来 推一个正手 你要挡住的话 好像也没问题 啊 但是以后迟了 就得走回来 对 就迎起不到事 还是简单一点 黑棋扒 白棋就看得比较清楚 正好是弯四 活齐 活得非常清楚啊 怎么冲它都有弯四 对 那活完之后呢 其实这个木树 刚刚我们给大家已经看过了 提点 对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一个盘面胜负 那对于李清成来讲 收赢绝对不是难事 滚一下 嗯 你看这就是后的好处啊 本来这个地方 没给白棋数控 现在一时都 都不按时去了啊 嗯 这个地方因为黑棋 白棋顶是新手啊 对 看似可以进来 如果你搬我一顶 你在一粘的时候 这一击 这有成断 对 进不来 两个断片无法两全 嗯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是进不来的 那就跟我们刚刚判断的木树呢 其实是差不多的 啊 黑棋还在坚持啊 嗯 但是估计是 跟胜负是无关了 啊 可能是在 完成自己 登上这种大比赛的 这舞台的一个使命吧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 今年的阿含同山杯 也是第二十三届了 其实也是一个传统赛事嘛 然后能够代表日本 然后跟中国进行对抗 那我相信拼天志也 肯定希望有好的发挥 这也真不容易啊 你看阿含同山杯 第一届的时候 可能这个比赛的时候 这比参加比赛 李星成 才都多大呀 是的 没上 嗯 嗯 对 那最后呢 这盘棋还是李星成啊 获得了胜利 拿下了第二十三届 驻中日对抗赛的冠军 那我们这盘棋 其实整体可以看出来 白棋的发挥非常好 嗯 非常完美的胜利 一点毛病没有 也是赏心悦目的一盘 精彩的对局 是的 那可以感觉到 李星成在平湖啊 确实是他的一个福地 像昨天幸运的逆转之后 今天呢 更以一盘漂亮的完胜 拿下了胜利 那接下来呢 可能明年还会有更多的比赛 等着他 然后我们也希望他能够继续的 像王老师寄予的一样 能够快慢自如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更好 嗯 相信他会越来越好 嗯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解说呢 阿涵同山杯高于段落 但是之后啊 我们的春蓝杯 在21号的下午2点半 不出意外 只要这个比赛能够进行的话 我们到时候春蓝杯 还可以继续见面 嗯 嗯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盘解说呢 就欣赏到这里 也希望其友们继续关注 我们后续的赛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